大家好 这里是秀佛三 今天唠句题外话 Jalmeran被无限期禁赛 令人震惊 但并不意外 因为小贾的心中仿佛怀揣着一个黑帮猛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表现出来了 先说这次被禁赛的直接原因 在昨晚惨败绝尽之后 小贾来到丹佛一家四人夜店消遣 兴致一来就开始在Instagram上直播 挑着挑着 竟突然掏出了一把手枪凶了起来 这影响有多恶劣我也不必多说 莫兰特在今天发表了道歉声明 他将会面对至少两场的无限期禁赛 为什么说我不意外呢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在自家球场上组了个私人球局 然后跟当地一个17岁的少年起了冲突 原告指控称 莫兰特伙同朋友 给这小伙摁地上揍了满头堡 然后又从家里拿出来的手枪 虽然没拿在手里指着 但是避在腰间可见的地方 威胁对方 按照Moran方面的说法 是17岁少年 先拿球砸了小贾的脸 之后小贾才为了自卫出手的 另外也是少年被打之后 威胁要把小贾他家房子给烧了 小贾才采取了反制措施 把枪拿了出来 警方目前还没有放出足够的证据 我们也不好说谁对谁错 不过你们两个打一个 还把人家摁在地上揍 还说是自我防卫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并且 Job Moran打人的这个朋友 Devante Pack 之前在1月份的时候 就在场边观战时 和步行者的球员产生了言语冲突 Devante被驱逐出场之后 又在场外用某种带激光瞄准器的武器 只向了步行者的球员 当然了 有可能只是拿激光笔吓唬一下 但不管怎么样 Devante也因为这件事 被禁止进入灰熊主场一年 不仅如此 之前莫兰特的妈妈 在商场跟店员发生了口角 然后莫兰特带着9个人 去人家店的对质 还威胁人家店员 说你几点下班 小心点哦 我等着你 你说这些事 是 都算不上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 但有够愚蠢且幼稚 莫兰特今年23 作为一个极具观赏性的NBA超新星 手握上亿美元的合同代言 有钱又有盐 可谓风光无限 他不想着如何爱惜自己的羽毛 却总要摆出一副混黑道的派同 自以为黑帮老大 实则像地皮恶霸 你说他是真的Ghetto吗 并不是 和Alan Everson 这样真的从平民库里走出来的球员不一样 莫兰特他家虽然算不上多有钱 但绝对不是穷人 另外莫兰双亲都在 他从小还有爸爸叫他打球 除夕NBA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是多么的罕见 光是有爸爸这一点 就已经领先了很多黑人球员了 所以之前也有不少民宿提醒过莫兰 Shannon Sharp就曾直言 让他别装了 You ain't about that life Stop pretending 不过就好像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叛逆少年 你越要莫兰往北 他越要向南 搞笑的是真正的黑帮老大都是有钱了之后 拼命的给自己洗白 与过去断舍离 把自己合法化了 莫兰却相反 有钱了反倒生怕自己黑料不够多 一定要摆出一副wanna be gangster的样子了 拼了命的逆笑努力 结果这功夫不负有心人 莫兰现在因为暴力事件被无限期锦赛 真的让人不禁唏嘘 我很难受 因为我是真的爱看John Ryan大球 在我看来他就好像是一个家境殷实 成绩优异的高中生 本来前途不可限量 但却因为不知是多看了几部古惑仔 还是身边有山鸡 他就非要把自己当陈浩南 唉 随便瞎唠几句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修佛森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快溜兮 这下期再见 感谢 Va 各位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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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